大家好,我是Pin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五個隱藏的手機省電大法 26歲的Pinky是影片創作人 平日除了會拍片推介產品之外 也會在網上分享生活的點滴 她自小患由先天性巨結腸症 年初曾經因為出現後遺症而入院 而這件事就成為她和網民聊天的話題 一出生時,媽媽發現我一喝奶便會吐 然後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初時以為可能是腸胃敏感或者是腸胃有些病 找了很多間醫院和醫生之後 才找到原來是巨結腸症的病 反正腸的神經線動不了 所以需要切除一部分的腸 其實到了一歲的時候才可以做到這個手術 所以一歲之前我也是靠一個塑膠去維持 然後到了一歲就正式拆掉塑膠 還有切了一個有問題的部分 然後就好了 患了巨結腸症的人 即使做完手術 腸胃一般都會比正常人差 這個問題亦都一直困擾著Pinky 其實影響不算很大 大家看到我都好像正常人一樣 最麻煩就是會容易腸胃敏感 譬如一些生懶的東西 我就不可以吃那麼多 或者打完邊爐都會容易想去廁所 肚痛得太嚴重的話就需要洗腸 其實去到小學就已經不用再洗腸了 巨結腸症可以分為先天和後天兩種 Pinky所患的先天性巨結腸症 是因為部分的腸道缺少了可以收縮和放鬆的神經節細胞 導致它沒有辦法可以正常排便 繼而出現腸塞的情況 醫生通常會為患者切除受影響的腸道 再進行重建的手術 不過任何人一旦進行過腹部手術 腸道被撤除和縫合過 或者在過程中接觸過醫療器材等等 有可能在往後出現發炎的情況 雖然體內的組織會自行餘合 但過程中也有機會令腸道黏在一起 形成常見的併發症長黏連 而當黏連的組織壓住了腸道或者導致腸道接合 就會出現腸塞的情況 Pinky在年初也出現了這個問題 有一天我中午的時間就吃了一碗米線 吃完就開始有點肚痛 但我就沒有遺疑 而且又趕回去工作 誰知道去到夜晚 那個情況嚴重了 我吃完晚飯之後 發現那個痛好像跟平時不一樣 因為以往痛就是有點搞肚 去完廁所就沒事了 但那隻痛好像有東西捏著你 然後走路也不太行 當時是要污下身 感覺到肚腸這裡腫了一塊 很硬 我是從來未經歷過這樣 當時他去到醫院之後 醫生即時為他照X光 發現正正是因為腸黏連 而導致腸塞 正常的情況下 你見不到那麼多黑色 其實黑色就是腸道 裡面充滿氣體膨脹了 才會見到那麼黑 那麼大團的東西 正常情況沒有 所以你見到Pinky 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 其實全部小腸已經脹了 這顯然是一個腸塞的情況 當然我們的診斷不只是靠X光 我們整個臨床是有了腸塞的症狀 Pinky在一歲做過巨結腸症的手術之後 一直沒有出現過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會在二十幾年之後 才出現這個後遺症呢 我們也都見過有些病人做完手術之後 有些其實可能面得很差 當然他會比較早些會發現 或者早些會表達 但是也有些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 才出現腸塞的情況 其實當時Pinky入院的時候 腸塞的情況都嚴重 其實都是有了我剛才說的 一個腸塞的症狀 比如肚臟、肚痛、嘔吐、沒有大便 慶幸的是他當初入院的時候 沒有腹膜炎的跡象 暫時的腸道還沒有塞到壞死 或者穿孔那麼差的情況 要治療腸塞 醫生一半會先安排保守療法 暫時叫患者不要吃東西 再觀察情況 看看有沒有好轉 我們知道Pinky之前的病歷 是做了這麼大的手術 而他本身也有先天性的巨傑腸症 我們明白到他肚內的情況都不是簡單 如果真的要進去做手術 我們預計要面對的困難都會相當大 除了幫Pinky釣普通鹽水、葡萄糖水之外 給他一些靜脈注射的營養液 去保持他的營養 繼續餵喉和做一些抽吸 去看長一點的保守療法 但是如果情況沒有好轉 患者就要做手術 不過醫生提過 其實每一次做開福的手術 都有機會令到腸道再次發炎 造成黏連 亦都可能會再次出現腸塞的問題 如果腸塞 我們都會跟病人說 我們有機會要跟你斬腸 亦都有機會切除了腸道之外 之後拼不回腸 要做個臨時做口 我們永遠要這樣跟病人說 永遠要跟他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我們也有最好的準備 面對手術帶來的風險 甚至可能要在肚子的位置開一個造口 Pinky當時覺得很擔心 醫生都跟我說造口的大小 一定有差不多 所以我當時已經在幻想 快要夏天了 怎麼辦 到時可能一些緊身衣 或者是貼身少少的都穿不到 甚至乎想到 遲些結婚怎麼辦 穿婚衣不是每個人都要很fit 我有一個這麼厚的造口 怎麼算好 真的會想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那一天 我就是自己一個在醫院 不停哭 很不開心 又不是很敢跟其他人說 不想其他人都擔心 正正因為不知道可不可以 醫好這個病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更加重要 因為那一段時間是農曆新年 大家都會在外面很開心地吃飯 團園、慶祝 但我自己也要孤零零在醫院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很慘 一有時間就會來探望我 就算來不到 都一定會關心我 到後期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家人就開始不停煮不同的湯水給我 從小到大都知道他有這個病 也都知道他每一年都要去覆診 但其實他一直都沒有發生這麼嚴重的病 但這次是第一次發生了 記得我當時一去到醫院 我被他淚低的樣子真的嚇倒 因為我沒見過他這麼痛苦 當時他連坐直都坐不到 他只能躺著睡也睡不到 所以當時看到他很痛苦 當時我忍不住想哭 當時我一看到就很擔心 後來Pinky的情況越來越好 還可以自行排便 不用做手術 一家人終於可以送一口氣 其實當時他沒有馬上跟我們說 是後期到確認他真的不用做 他才跟我們說這件事 但我之後也有反問他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手術 你會怎樣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樂觀的心態 就是跟我說 那就做吧 也沒有其他辦法 我那一刻其實覺得他很堅強 還有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家裏做很多研究 這個手術 也知道這個可能之後會影響日常生活 所以其實我和媽媽都很擔心他要做這個手術 所以到後期確認了不用做 我們也會安心一點 所以他要做這個手術 所以他要做這個手術 可以做這個手術 所以我沒有做這個手術 他做這個手術 Pinky說現在吃東西都會更加小心 其實現在出院已經幾個月了 所以身體狀況已經變回正常人一樣 醫生說通常有這個病的病人 都很大機會復發 因為他始終會不定期黏緊 所以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自己小心點飲食 可能有時候有些東西他不能吃 例如火鍋、辣東西、米線 他一看到很想吃的時候 我就會警惕著他 叫他不可以吃 我會叫他忍口 而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珍惜健康 珍惜和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日子 我覺得這次入院是有種經歷了生死的感覺 雖然沒有去到那麼嚴重 但是會令我更加覺得 可以不在醫院的時候 就應該要更加珍惜和家人 或者朋友相處的時間 不錯 你的手向偏 以前會覺得 現在這麼年輕 不如趁這個時候就努力點 賺多點錢 但現在覺得身體才是最重要 我太厚了 好多點 好多樣 啊 啊